日前与谢霆锋的绯闻刚刚平息 周迅又再度被爆出与梁朝伟暗中牵手 在香港媒体的轮番报道下传得有鼻子有眼 而周迅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但近期他一直在北京休息 香港似乎已成了禁足之地 某天中午周迅平时乘坐的商务汽车 驶出他居住的公寓 为随追赶时间不长汽车来到了某餐厅门口停下 接着一位身材又高又瘦的男士下车 快步走向餐厅 他身穿红格衬衣和牛仔裤 留着板寸 头发一件花白 戴着一副眼镜五官端正 气质斯文沉稳 随后周迅也下车 当天周迅没有化妆 素面清淡 两侧面颊竟然生出许多小红豆 衣着更是非常简朴随意 身穿一件普通的雪纺上衣和牛仔短裤 手里搭着一件黑袖外套 周迅一下车头也不回的紧跑几步 赶上那位男士 两人一边交谈一边并肩走进餐厅 知情人爆料称 那位红衣男士名叫陈辉红 是香港乐坛的资深人士 曾任金牌大风唱片公司的高管 曾是李依莲的男友 李依莲与李宗盛离婚后 香港媒体报道 他曾与陈辉红短暂复合 后来两人再度分手 日前是如何与周迅搭上关系的 他们是否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合作 目前还不得而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